歡迎大家回到澳門瘋台EP331集 今集又是聽眾的投稿 主題是請教如何叫長腳 是一位男士主投稿 叫人長腳 教不可以教嗎 教完之後人家燒我們的台 聖誕節做這樣的事情會不會很糟糕 有人會傷心的 既然他投稿我們先看看是甚麼事 但在說之前我們今天又有來賓 真是太好了 太開心了 還要今天邀請到女的來賓 我們有請蔡蔡 歡迎 蔡蔡Christine 歡迎 歡迎 可以介紹一下你是做哪行 可以宣傳一下 因為很值得介紹 我平時在澳門都是 現在目前是自由舞蹈為主 因為我晚上有讀書 我補了Master讀 所以日後會偶爾接工作去做 主要都是做演員 然後是畫劇 MC 這些或者是拍片 QL 其實都是有甚麼做甚麼 因為之前我和蔡蔡認識 都是一個舞台劇 我之前做了一個烏龍淵家 上錯床 蔡蔡是我其中一個劇組的女同事 不過放心 蔡蔡是沒有對手戲的 我主要的對手都是男主角 他相不相心 一定相心 他想了很久 我也不知道是說真話還是假話 我看你們的海報 阿榮是脫掉衣服的 蛤?有嗎? 不是嗎?我記錯嗎? 所有男同事都是脫掉衣服的 在海報裏面 但真實的 我好像從頭到尾都在穿同一套衣服 換衣服的機會都沒有 我們實際的演出是非常健康 和有趣 原來是這樣 有穿衣服的 劇本是比較久的劇本 OK 那你有甚麼問題 要問問蔡蔡? 問問蔡蔡現在正在讀書 其實你讀書 是不是和你本身正在做的C2工作有關係的? 本身沒有的 因為我報的那個是USJ的 我本身是想報那邊的蒲文 但是他們又跟我說回 就是interview的時候說 我們開不成班了 人數不夠 然後他說這麼多年都是這樣 然後他就說 看到我有做這些相關拍攝的工作 他就問我有沒有興趣轉去這個 CAMILLE類的東西 然後我看完覺得好像都不錯 還有他又可以學一些市場的東西 所以現在就是在讀這件事 原因是這麼久的 很好學 真的 我覺得大過人大了 當然我不是說你大 就是我自己 人大了 就是出來社會做事之後 去讀書 不會覺得很辛苦 是啊 其實我是因為我受不了 本身我那份全職的 我之前有做上班的 有做夫攤 然後我因為覺得差不多了 有些不可以再做下去的感覺 哎呀沒有拿花紅 然後之後我就 一定要辭職的時候 我就不斷試一下報名 然後他又入了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好像是一個好機會 直接用這個 當是其中一個要專心讀書的理由辭職 我是這樣 但是我一陣子跟你排戲都發覺很辛苦 就是 就是 他多數都是晚上要上學 是的 那你之後還有其他的工作 晚上又要上學 是不是現在上課上四個小時的 差不多 差不多 三個半小時到四個小時左右 是啊 他還要是裏面有很多其他語言 即不是中文 哇全是讀到頭都大 不是開玩笑 都可以的 因為他偶爾 可能一個星期才上兩三堂 四堂 偶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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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很規定 那我日後不是每天都有工作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的 還有現在好像剛剛所說 我覺得我再過兩年 我應該就不想讀書了 所以應該這個時候都算不錯 即還有一份熱血在那裡 可以再讀多一會兒 還可以試一下 我又好奇一下問 你做C儀是哪類型的MC 是婚禮還是什麼 不是 我沒有做過婚禮 因為我 我只是去很小時候去過一次婚禮 所以我又不太敢做這件事 我怕這麼重要的時刻 就不要搞亂動 我平時做的都是可能一些的發佈會 即比較正式一些 或者政府一些 或者運動會那類都是 因為我會這樣問 我比較想知道 即做C儀有什麼突發的情況 因為我們那台 怎樣說 我們就是說話 有時遇到一些突發的情況 就真的很考口才 我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遇過這些奇怪的事情 通常其實如果大部分的活動 或者一些活動 突發的情況都是我們自己 他內部還沒有處理好 例如他如果搞一個發佈會 然後其實他有很多嘉賓 或者一些次序 是會調來調去的 有時我已經差不多要上去的時候 他突然說 這個取消 然後不要了 你說這個 然後又調一下次序 所以這個情況會令到我 有些不知怎麼覺得 那個腦都打了結 突然間本身安排好 你又要改我 是嗎 最混亂通常都是這些情況 因為你不會 即使你怎樣繞都好 你都不會知道 究竟他實際想要那個次序是怎樣的 那些東西是他們自己內部的東西 所以其實最亂是這些情況 如果在一些可能 平時 例如我們看表演 遲了來 可能拖一拖那些 你都知道要說些什麼 即是可能 可能插一下一些推廣活動 跟一些台下觀眾聊一下 他那些拖一拖 拖一拖不是拖很久 是嗎 五分鐘 是 不會很久 我試過一次 就是在白老會做一個音樂節 之後 我們那個後面是有一個樂隊表 之後 那時候好像是 本身要介紹 已經是叫做不長 可能一兩分鐘 然後我說 咦 他們好像很多東西要設定 那我自己已經 自己預備了兩三段用來宣傳的故 那我避免 我介紹完他們之後 他們都未設定完 那我又沒理由就這樣走了 所以 我就準備了 那我上到去 真的實際 當我見到還沒搞定 好 我繼續說 我準備那幾段之後 我再看一看 咦 出了問題 都還沒搞定 還沒搞定 最搞笑的是 他們 因為這條線應該是有些 不知道什麼問題 應該是主唱 他走了下去 他人都不見了 我連想聊天的對象都沒有 只有你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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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的宣傳的東西都說完了 活動都說完了 我已經沒有東西可以說了 然後我就去問台下的觀眾 真的要去找其他東西去說 那是最下我急才的一次 你問台下的觀眾 就像我看那些什麼 讀讀兆 或者開啟咪那些 就是問一下 你今天旁邊的女朋友 還是 問什麼 突然 那時候我看到他走 我們現在有些情況處理 我就問一下觀眾 今天過來說什麼 然後之後都期待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些市集 買了些什麼 就當作傾計 真的不得了 我記得他回答我什麼 我遇到這些情況 我遇到這些情況 應該我走了去 跟那個 你自己是私 還是你自己的嘉賓 我 我不知道 什麼都好 先走了 很尷尬 走吧 先回家 來 不是 我都是看一看觀眾先的 如果他跟我對視 我就馬上抓住他 那他走 你先不要走 先聊聊天 再不然 其實我覺得 可以走下去 跟他們聊一聊 然後再上去 我覺得都可以 厲害 厲害 我爺你說 讓我先拿下去 找一下主音 然後你當作便下去 不行 台上人都沒有 沒有 還有什麼問題 大家 想問一下 塞塞的 看你也有做一些舞台劇 還有有拍片 大部分都是演員 想問一下 那兩樣 聽起來好像差不多 其實有沒有 對你來說有什麼不同 或者有沒有有趣的事 可以聊一下 或者是舞台劇的演員 和劇組的演員 對鏡頭 就是拍片 對 一個是對鏡頭 一個是對現場觀眾 那有沒有 聊一下 有什麼不同 這個 我覺得 你覺得都 我自己其實 比較喜歡 劇情片 或者是 鏡頭裏面的演戲 那些 因為我可以自己去調整 還有 找一些 我自己 覺得最好的 那個鏡頭出來 然後 但是畫劇的話 就是 你偶爾 怎麼做都好 有時候 你會突然間 發台溫 我覺得 永遠都會有些 遺憾 每一次都有些不同 就是 兩樣都 兩樣都很有趣 不過我自己 其實是偏向 喜歡 拍片類的演員 多一些 聽起來 你好像是一個 比較 完美主義 聽起來 是的 希望是一個 完美的演出 這次 我這個鏡頭 我要拍一次 跟導演說 OK 我不行 我要拍多兩剪 這樣 還沒去到這麼追求的 就是 我會想做好些 如果我可以做到的情況 但是 如果我做了幾次 都是差不多 感受 在那幾次裡面 選一個最好的出來 因為 沒有理由一直 大家一起陪著你 就是 偶爾我覺得 時間上 好像可以再試一次 就會再試一下 那也是 畫劇呢 嗯 我覺得是比較 鍛鍊我自己 體能 以及一些 叫做 我當是訓練 這樣去做 這件事 真的是體能 我之前聽阿榮說 他演這個舞台劇 都耗了不少體能 我見他 是嗎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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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累的 那個戲兩個半小時 蛇都死了 不是開玩笑 兩個半小時 對 中場就要設定 他吃飯 厲害 他出場又多 然後 他出場又多 賽賽一開始 都是 即是 他要做 那一開始 他要開放 一開始 他就要出來 因為我是電影 開始了半小時 才出場 嗯 是啊 我就做開放 不過我就 我那時候的角色 就比較 是叫做 穿插 這樣 在過場 又沒有去到過場 聖感女僕 聖感女僕 你現在才說 對 你做這個 我們去之前賽賽 哈哈哈 真的 搞到我現在 每天要講整題了 哈哈 看我們 交給阿K 講我們開頭的資訊 好啦 我們講一講 就講了那麼久 先邀請大家 給我讚我們 還有YouTube聽的 可以訂閱我們 按鈴鐺 有什麼通知 Apple Podcast 10 和Sportiva 10 可以給我們五星號碼 B站聽的 記得一鍵三連 以及關注我們 謝謝 左下方有個IG平台 和微博平台 可以投稿感情煩惱 在上面 都可以看到 投稿的文章 下方說明欄 就會有相關連結 還有什麼都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都會看 是的 很感謝B站觀眾 和我們充電 現在已經有130個觀眾 和我們充電 多謝你們的支持 YouTube觀眾 可以透過超級感謝 去支持我們 多謝各位支持 我和K老師 都開通了小紅書 我的小紅書 叫做 飛夢肥仔澳門電台阿榮 而K的小紅書 叫做澳門電台K老師 今天的嘉賓 蔡蔡也有她小紅書 她小紅書叫做 蔡蔡Christy 和蔡蔡其他IG 其他的社交平台 我們都放在下面投稿的資訊欄 有興趣的觀眾 可以暗暗支持一下她 快點多多關注蔡蔡 快點去暗 快點去暗 支持 立刻暗 互相支持 今天正題交給你阿榮 今天的標題叫做 請教如何叫長腳 是一個男粉絲投稿 今年26歲 她說 三位老師好 我是你們的忠實粉絲 關於你們所有的感情投稿 我都幾乎看光了 從中也有不少的真諧 非常感謝澳門電台 給我歡樂和知識 怎麼自己讀都不好意思 真諧 有知識嗎 不得了 歡樂應該有 歡樂有 知識也有 性知識 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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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讀完 她說 希望瘋台越做越好 故事就來到 她說我的問題和故事 正如標題上所說 想請教老師如何叫長腳 故事的發生 就是有一天 我在異地工作出差的時候 結識了一位女生 那天我打算去MG吃個午餐 拿完餐之後 回到座位 發現旁邊有一個手袋 不需要一會兒 就有一個人坐在那裡 我下意識 轉頭一看 就看到原來是一個 穿著西裝皮鞋的職業OL 她的五官很好看 就像一個日本女優的面容 下次麻煩你寫一下 是哪一個 是哪一個 旅優分了很多 但是這麼多旅優 然後她就說 這個時候 我就想起 K老師所說的 我覺得這杯酒 挺好喝 所以就點多一杯 想和你分享的這句話 而不是直接就說 我請你喝 所以我在後面 在麥當勞 就故意多點了一份 草莓蜜旋風 和這個 薯條 中薯 然後就借一些耳朵 跟她說 不好意思 剛剛我點多了一個 蜜旋風 自己吃不完 又不想浪費 所以還未等她給我 我就直接把蜜旋風 放在她面前 然後就跟她說一聲 謝謝 後面我看到她吃得很開心 就把薯條給了她 接著我們就開始了我們的對話 慢慢就知道了 我想打聽一下 如果根據我說的那句 我忘記說這句 這杯酒挺好喝 所以我點多一杯給你 不是應該說 這杯麥旋風挺好吃 我點多一杯給你 我點多一杯給你吃 大家都知道 麥旋風也吃過 應該都好吃的 所以不需要再說 但如果是M記這樣 我應該會說 我本身就叫了 我的朋友說是來的 就叫了給她吃 誰知道她突然放我飛機 不如我請你吃 這樣好像會自然一點 但我女生覺得呢 蔡菜 我就覺得這個很有意圖 很有意圖 是啊 是啊 好啊 意圖 但你怎麼做呢 你怎麼教一下我們 應該怎樣 還是覺得不行 麥當勞搞不定 你要去一些高級的 我覺得如果她不小心 叫多了 這個好像是合理一些 但是你剛剛說 我會感覺到她有意圖 然後就會知道 那如果 現在先說 如果我女生角度的話 我覺得這個好像可以聊一下的話 我就會說 哦 然後就可以 但是如果 如果我不太想和她聊天的話 我就會 不用了 真的會很直接拒絕了 但如果你要把雪糕放下 你不能說不用了 已經放下了 麥當勞那盤 那也不是很感受的 就是 不知她剛才 怕你放下了 是啊 當你感覺到意圖的時候 會有這個戒心在那裡 一開始就 我覺得就不是很好 是 你覺得反而是 好像事主那樣 不小心叫多了 是比較合理的 相對合理 因為可能她是暗 麥當勞那些機 暗多了 是啊 會有這個可能 因為剛才我的角度 我剛才沒有想到那些機 我想到她喊 然後喊兩個墨船風 怎樣喊多了 暗機應該是合理的 OK 有學到的 是啊 好請阿雲繼續 是的 是的 然後她把她的薯條 給她之後 大家一起聊天 慢慢才知道 原來她是做這個燈飾平台 招商入住的 是甚麼 是甚麼 就是 怎樣說好呢 好像這個商場 然後 看看有沒有其他商店 要用這個燈飾 應該是那些銷售 算是 是的 我想應該是 或者有清楚的觀眾 可以在下面留言 解釋甚麼是燈飾平台 照商入住 她做甚麼是不重要的 是的 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是不重要的 是的 不重要的 那個點是 她其他東西都不清楚 但對於她這個職業 她又這麼詳細 蔡蔡我們這些投稿是這樣的 他們經常都把重點放在 一些不太重要的東西 蔡蔡她求之勇比較強 想知道這個職業是甚麼 其實我都不太知道 我聽完 我也不太知道 是嗎 你知道的 現在大家成年人聊天 就是問幾樣 你在哪裏做 一個月是多少錢 有沒有車有沒有樓 是問這些 所以她一開始 就大家交換了 大家職業的身份 可能是的 所以她就知道了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 她就說她是這個燈飾平台 招商入住 平時是比較忙 突然想吃麥當勞 所以她就特意走過來 這家麥當勞 所以臨走之前 我們就順理成章 加了WeChat 所以都是K老師的招數 確是高 也要你夠英俊 也是英俊才能夾到差 應該不關麥旋風的事 是不是蔡蔡 如果我放下麥旋風 如果我跟男生搭衣服 起碼都要乾淨 那男生乾乾淨 沒錯 對 對 不要烏尼馬肥 然後請你吃麥旋風 然後我也不吃 沒錯 對 做得很好 但如果她的人看上去 不是很乾淨 但她的麥旋風也是很乾淨 這樣行不行 麥旋風一定乾淨 麥旋風怎麼為之乾淨 那部機錄拿出來一定是乾淨 很難 先生你這個麥旋風是不乾淨 我特意做不乾淨給你 即是不會雪糕飛了邊 那些這樣 咬妝的棋 那回答一下阿榮的問題 他補充一句 我特意做乾淨 麥旋風給你 現在奶乾淨了 其實麥旋風本來就是很烏尾的 它是弄坏的 你想怎樣 是瘋狂的 不要緊 我繼續讀你的片文 還未讀完 她的問題就來了 她就說 我怎樣才可以約到這個女生出來 認識了之後 第一晚就和她吃飯 我說平時都是在你們附近這裏 出差、跑業務 但不知道吃什麼好 剛剛就缺飯腳 她口頭上就爽快答應了 但是她又說最近比較忙 所以未必可以有空應約 隨後 我以為那兩天 等她忙完之後 我就可以再約她 誰知她竟然發了一句說話 就是 今天中午約了和男朋友吃飯 這個哭笑的表情包 我就跟她說 我們明天再約吧 雖然我已經感覺到她的意思 就是 我有男朋友 請你不要再打擾我 但是 我加了她的微信 也想過一個問題 就是 一個樣貌 生到女優 的女孩子 就算沒有男朋友 也會有不少追求者 所以 我知道 是要迎難而上的 但為了小弟 我就缺乏經驗值 所以請教老師們如何去叫長腳 以及叫到機會率有多高 有什麼好的方法 借借這樣 是的 問題就是這裡 大家怎麼看呢 不如這樣吧 今天難得有來賓 不如我們看看蔡菜怎麼看 我一答就答出來就不太好 不怕的 可以直接一點 沒什麼傻 你聽完了 你們先用男者的角度想想 你們幫她分析一下 然後再看我女者的角度 都可以 都可以 我覺得首先那個女孩子 加德里 除非 因為我不知道她們的對話內容是怎樣 如果對話內容 其實看得出 她加利主要是想做招商 那應該 只是賣桌子 應該是沒有什麼成數 但撇除這個原因 我覺得那個女孩子 有男朋友都願意被一個人搭散 加利 可能她 我沒有想到這麼壞 但可能她也接受 有人對她欠恩勤 還有她一開始 她是答應你 即是你說沒有飯腳 答應你吃飯 接著你隔兩天去問她 她很坦白跟你說她有男朋友 接著那天不行 可能她第二天可以 你第二天再試試 你約了兩三次都不行 先是你所說的 有男朋友不要打擾我 不然我覺得 一早她就不讓你加 如果她是有男朋友 不要打擾你的話 我就這樣看 兩位怎麼看 三位怎麼看 對 如果我 再看看她 還有她回覆你的時候 她有沒有說 第二天再約 她要約 說完第二天 等等 但如果她有主動說的話 可能你也有機會 因為有些是 譬如說 有空喝茶 她這句話是膚顯的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有茶喝 但如果她說再約 然後就說完 但她下星期有空 這些可能也有些機 是的 不知道蔡蔡怎麼看呢 我覺得 我覺得她一開始是答應了 但看看她是 就是 好啊 我們下次再吃 那種答應 還是 已經跟你確定了 幾時 就是 真的會再跟她出來吃飯 那一種 因為她可能只是想 應付了當下的情況 我覺得 因為 剛才有說到 她之後有說 她比較忙 有時間才應 其實她沒有說 對於 那個 投稿者 非常之有興趣 我感覺 還有 也有說到 她是做銷售 所以可能 對於她來說 加WeChat 可能只是 做招商 可能真的是這樣 平時都加開 不過 又不是說 完全沒有機會的 因為 始終你們有了一個 叫做 聯繫 那 我想 可以再試一下 因為 你就不要在線上 要不然 在線上 去 跟她保持著 有時候 可能別人會覺得 始終她對你 又不是很熟悉的情況下 我女生覺得 我就會覺得 我不想跟她一直 繼續聊下去 還有有可能會令到 她的好感減低 所以 你覺得線下好一點 當然 你聊天的話 當面接觸是好一點的 所以就試一下 不是以 跟她認識的情況 約她出來 這樣可能會有機會 先嘗試將她 目的 是要成功約到她出來 然後再想怎樣 跟她相處 應該是這樣 是 但應該事主 現在的問題 是怎樣成功約到她 即是她覺得 她是不是就是拒絕她 這樣 即是可能 譬如女生的角度 有男朋友 是不是就 即是她這樣說 我約了男朋友吃飯 今天不行 那她還有沒有機會呢 或者她應該怎樣做 才可以約到這個女生 用什麼理由 現在我們 現在她先教清楚 她有男朋友 她是一個藉口 還是她真的有男朋友 如果她真的有男朋友 對 她真的有男朋友的話 其實我覺得 還有很多 不錯的女生 她可能只是想找一個 生得像女生 她還有可以嫁其他的 是啊 這個說得對 這個說得對 即是你又何必這麼辛苦 自己要叫長腳 很麻煩的 那你就是 一定是看中別人的樣子 像女優 那你再看那個女優 那你再看那個女優 就行了 看那個女優 好像要叫到那個女優 要叫到那個女優 好像要叫那個女優 好像更難 即是 你晚上自己打開電腦 自己看吧 我覺得你約她出來 你可不可以 好像有些衰 你說 我有一個朋友上 關於燈飾的照相行 對 對 對 你先了解她 和你拒絕的原因 是藉口來的 還是她真實的事情 真實的話 我覺得儘量都沒有 來吧 先試一下找其他 除非你真的非常喜歡她 我覺得又應該未去到吧 一定未了 剛剛認識她 看了兩次面 就是喜歡別人 對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假設她對招商有興趣地約了一個女優 發現她不僅僅跟她談招商的事情 可能又談談其他事情 譚天雪地 去到這個情況 大家覺得應該怎樣去繳長腳 雖然我們剛才說 這個東西好像教人很不道德 但這個世界的確有很多搶過來的愛才是愛 大家覺得要怎樣繳 繳到機率有多大 有什麼想法 我剛剛想到 因為其實她一開始想認識這個女生 也不會說 哎呀我覺得你幾次日本旅遊 可不可以加你微信 她也沒有這麼直接說 她反而就說 我多點了一杯 我暗了一個密旋風 請你吃 所以我覺得她約她出來 雖然現在好像有點跳了 但我覺得她可以 就像你所說 用這個招商平台出來談談 或者是另一招 我最近想有些東西要買一下 但我又不懂得看 我想多個朋友幫忙去 一起去挑選一下 看得不可以 我覺得可以用這一招 我覺得直接約吃飯的意圖太明顯了 直接問她出來大家約會 我覺得約吃飯看起來很情侶會做的事 或者是混淆活躁的事 我覺得不好 就像現在的招商平台等等 但你說要怎樣才可以 談談公事 變成去談談自己其他事情 這個我未想到 看看大家是否想到 大家對於叫長腳 還有什麼看法 我沒有叫過 最主要是 我不知道怎樣叫 但大家沒有試過 對於女生看這件事 覺得是有什麼看法 我都沒有叫過 那你可能是被人叫 可能 被人叫 有沒有其他 在你拍拖的時候 然後就要vlog你 或者想認識你 明知道你的男朋友 繼續持續認識 這樣 即是有一個這樣的對象 真的有 有啊 不過那時候我有男朋友 然後就是當時有一個男生 就很堅持不懈地追我 但是可能和星座有關 就很執著 這樣就相自助 不知道你們是不是 我試試了 他非常之執著感 不放棄 但他又不是那種很騷擾式的 他就是送瘟令那種形式 送禮 送禮 不是送禮 不是很注重那些 即他那種是 例如可能 知道我生日 他會第一時間 十二點鐘 因為當時住在宿舍 他就會敲我門 然後我看到有一幅畫 那幅畫 那幅畫是我的樣子 即他就放下這幅畫 就走了 畫得漂亮不漂亮 是啊 這個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那個心意 那時候就會覺得很溫暖 但是我不喜歡他的樣子 因為我有男朋友 但我有跟他聊過 因為本來他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我也有很直接的跟他說 他這樣 其實都會令到我有些 不知怎樣跟他做朋友 那接著之後 那他的角度呢 他就是覺得 因為他覺得這個是他 追求自己 真是喜歡的 女孩子 是的 的人 那他都覺得他不會後悔 所以他看回 你為什麼要做叫長腳 這件事情 可能有其他目的 一定是你覺得這個 真是你喜歡的那個人 所以才去做這個行為 我對於 因為我認識這個人 所以我都不會說 一聽到叫長腳 就覺得 這個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 看看你對於這個 是什麼看法 就像剛剛所說 可能是真是真愛 不過都是看不出來 不過你要看是不是真愛 我覺得要事主 跟他有機會相處一下 你才見到第一次 是的 你很難說 這個人真的這麼值得 你花那麼多心思 去叫長腳 然後之後 可能你相處多兩次 發覺 原來這個女孩子 不是你想像中這樣 雖然他像AV女優 但對這件事都沒有關係 可能是這樣 連日文都不會說 但我之前 上網看過一篇很黑暗的文章 真的好像類似關於叫長腳 他就說 如果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盡量跟那個女孩子 去做朋友 你就一定以朋友為開端 否則他一定會拒絕你 因為他有男朋友 如果你是用那些 好像曖昧 他一定會拒絕你 那些很複刻 很黑暗 很心計 如果你有機會可以跟他聊 他跟他男朋友之間的事情 如果他肯跟你分享一些感情事 心事 然後你就一直慢慢等一個機會 就是等他跟他男朋友吵架 你就好像懶是中性 就去討論你們到底吵什麼 但你暗地裡就是幫那個女孩子說話 但就調查那個男孩子 就令他慢慢慢慢覺得 可能他自己的男朋友沒有那麼好 反而這個身邊的男孩子 好像一直都是 反而跟他的觀點是一致 這個很黑暗 但是很心計 但是不知道 蔡蔡女孩子這樣聽完 這個會不會是 雖然很黑暗 但是可能是有用的呢 我覺得做朋友開始會是 挺好的一個方式 但是你說 怎樣談 我就真的 但是目前還沒有很處理到這件事 因為 你怎樣做他的軍事還是怎樣呢 又好像 不是很理解到這件事 這件事就有些類似 例如 例如 有一個女朋友 就有一個男龜物 就是做到她男龜物之類 類似這種感覺 就是假裝基追女製的朋友 你知道龜物無論是男還是女都好 就一定會說男朋友的事情 以及會說男朋友的壞話 就會這樣 但是那個龜物就變成一個男性的龜物 好像表面上跟你是純友誼關係 但實際上慢慢日久生情 可能到時那位女事主也未必會覺得是被人叫長腳 可能他純粹覺得這一天我發覺 我已經和我男朋友是理念背道而馳 我要和他分開 之後我又對這個男閨密 他一直都對我很好 我一直都看不到 因為之前有個壞男友 壞前男友蒙蔽了我的雙眼 所以我才看不到這個男友的好 可能事情就會發展到 其實暗底裡都是叫長腳的感覺 但表面上就是和前面的分手 然後就和這個人一起 這樣好像比較合理 好像用這個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 好像也不錯 我覺得這個方法是不錯的 可能性會比較大 因為你一直陪著他 證明那個女生也對你有一定的信任 他都願意和你分享的 是很容易會產生感情的 確實是 他願意和你分享心事 甚至是 你知道感情問題不會隨便和別人說 他都願意和你說 但我都會看別人的 有些人很喜歡 也是 有些人都會說 是看別人的 我們在說 如果他不是那種 是人都會說的 但他願意和你說 你叫做一部份 你打開了他的心房 你就等一個機會 等他們吵架 這件事我覺得 都叫做 一個比較聰明 還有挺好的方法 一來 你又不是很直接這樣 去破壞他們之間的感情 可能有啦 之後啦 但你都不是說 怎麼說呢 因為你而令到他感情變壞 而是他們令到你有機可乘 他們感情不破裂 他又哪有機會呢 是啊 人家沒有補飯吃 你才有機會給你飯吃 人家飽了 你給別人也不餓 對吧 我現在在說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這個女生 這也不是一個不好的方法 也可以嘗試一下 但這個方法 我提醒時主 這個方法是很累的 有可能 我在說等他們吵架 不是說他吵一次 然後你就 OK 我上位 可能要吵很多次 沒錯 要慢慢 陰一點陰一點 每次滲一點 原來他男朋友 這次是壞這裏 下一次是壞那裏 草草賣賣才有機會 而且我覺得 假設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這個女生 你還要聽他和他男朋友之間的事情 可能都很辛苦 是啊 如果他難受一點 譬如你很喜歡這個女生 因為他跟你說 男朋友關於床上的事情 你真是想死 然後你又要扮到 我是很閨密 很關心他 那時候你真的會陷入牆 但是你這麼辛苦 不停的 剛才錯錯說 你真的要想 你真的很喜歡這條女生 你才值得這麼辛苦去減多東西 要不然這個世界 這麼大的森林 你都要選這棵樹 這樣餵什麼呢 沒錯 而且這個方法好像聽起來很被動 可能要聽他一兩年 你才能溝到他 那一兩年你不知道溝了多少女生 這個方法其實是很委屈的 一直是一個 好像那些什麼 心理輔導員 派到另一個國家做間諜 一直屈住 類似的那些 餓了一輩子 都還未隔一遍 三年之後 三年之後 終於有機會了 等了三年 之後發現 打算是我上 誰知道又有一條新孩子出現了 有這個可能性 有可能的 可能輪不到你 無謂那麼辛苦 除非你條件超級好 主動一點你就金錢攻勢 譬如他男朋友是 他男朋友是 他男朋友是 有私家車 你有林寶的 他就懂得選擇 我寧願在這輛林寶裡哭 都不如在這輛電單車裡 也要看那個女生 是否比較喜歡物質 我覺得 有些女生不是 有些女生是 真的 講心 有些女生是這樣 當然 如果那個女生講心的時候 你就看 如果他男朋友沒有心 你就多出一些心 都是一個方法 如果真的要這樣比較 男朋友提供不到的東西 你可以給他 他會覺得 好像你比較好 市主比較好 你就可以拿回主動 但是 你要想清楚 是否真的喜歡那個女生 你見他一次 一兩次 你先了解一下 跟他了解一下 做朋友 我先分享一下我那個 因為剛剛不是說到 有個男生 在我有男朋友的時候 追我的 兩個都是我認識了很久的人 我都有 曾經一刻想過 比較了一下 誰好 其實是 後來再追我那個男生好一點 因為其實我當時的男朋友 有些 有些 我都有追他 怎樣說 我自己喜歡他多過他喜歡我的 所以 他在對待我 那方面 可能沒有那麼投放 那麼多的心力 所以 有一個對比的 但是 其實好看 女生 我都會想 我比較喜歡誰 我其實都 在對比之下 可能我當時的男朋友 沒有他那麼好 但其實 我都不會說 因為他不夠好 而 而 要選一個更加好的人 所以 你不是說 條件很好 我都會有機會 都很提醒他們 女生想要什麼 我好奇一下 我聽到都是選自己的男朋友 但是因為 因為你說到 那個 我沒有什麼 只是我對比了一下 我知道 你說對比了一下之後 都是覺得我男朋友 堅定 那一刻 雖然你覺得 那個男生 對你好的方面 是他比較好 但是最後 你覺得 因為你兩個比較 因為喜歡一個人 不是 只是因為他對你好 你也是 因為喜歡你男朋友 多一些 還是因為你選擇忠誠 這件事 你說 我會選擇忠誠 不是 你是因為忠誠 所以 不是 我覺得是因為 當時我很喜歡他 所以 我有那個感覺 是我不捨得他 有一些 不好的感覺 所以我就不會讓他 有這種感覺 哦 嗯 聽得出來是喜歡他 很喜歡男朋友 那時候的男朋友 是啊 是 那時候是這樣 不過這樣說回來 追求你那個男生 當然 因為他正在追求你 所以他一定顯得特別對你好 到一齊了 是不是都是這麼好 這個就是未知之數 嗯 對於是這個好 因為有很多 追求的時候 比如熱戀期 追求的時候 一定是 很多時候都是 最好的 發揮他所有的能力 是 我看到一個留言 挺有趣的 他幾句說話說了很多 他就說 愛情不分先來後到 但是人要知禮而廉恥 愛情不分先來後到 大家認不認同 對的 你覺得是對的 對的 對的 即是 即是 後來 咦 但是他這兩句 是不是叫做有矛盾 如果他答在一起的話 他在禮而廉恥才在說什麼 不分先來後到 即是不要叫長腳 沒錯 是啊 可能他都自己想不透 他講了兩句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 即是 即是 現在和一個人拍拖 沒有說第一個來 就是一世一世的 可能最後一個 對 或者中間一個 或者再回兜之前第一個 但是 你不可以沒有這個禮而廉恥 即是 你明知人家有男女朋友 你也叫他 那是不行的 那你可以 或者等到他分手 再去追求他 我理解的就是這樣 他就說 不過我覺得男朋友應該是假的 敷衍你就是真的 這個網友看得很透 他就覺得那個女生是純粹打化他 因為有些女生是不好意思 現場拒絕別人的嗜好 或者什麼踏散 加Vchat那些 他就先加了 打化了你 免得你死前難打 對不對 應付著你 回到他再敷衍你 你就吹他不掌 可能是這樣 有這樣的機會 真正是怎樣 我覺得可能事主 約多一兩次你就知道 看他反應 我覺得先相處 不要說一來就馬上要 很想他做你的朋友 那個想法 你先說朋友 或者看你是否真的要招商 招商 我覺得比較實際 差不多 大家有什麼補充 應該是差不多 我也沒有補充 大家記得追蹤一下 蔡蔡的社交平台 沒錯 記得在下面說明欄 我們就會全部放在這裡 可以全部加進去 好 謝謝大家 還有各位聽眾 覺得這個故事有什麼補充 或者我們看不透就怎樣 你可以多多留言 我們今集就來到這裡 喜歡聽就記得給我們一個讚 還有YouTube聽 記得訂閱我們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 拜拜